劉仲瑞 Bee的 長期覺得口乾、眼乾會有機會患上了 長期覺得口乾、眼乾可能遭上了肝醜中和症 肝醜中和症其實是一種 和自體免疫功能失調有關的慢性肺炎性疾病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風濕科專科於佳龍醫生和我們來討論 余醫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首先想问余医生,到底什么是肝醋综合症? 顾明知肝醋综合症代表我们身体很干,而背后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失调 大家知道我们身体有免疫系统是保护我们免受细菌入侵 但当这个免疫系统失去了正常的功能的时候,就会攻打自己的器官,包括泪线和口水线 当这些泪线和口水线少了分泌,就会有肝醋的症状出现了 其实大概是什么人会患上肝醋综合症?香港其实多不多人患病? 其实这个病也不是很常见,大概百分之一的人口有原发性肝醋综合症 另一种叫计发性,人口可能会多一点,计发的意思是有一种病 例如雷风心、红斑狼瘡,就计发有肝醋 但整体来说,人口都是几百分之一的人口会有的 通常都是大概30至40岁的女性会比较多一点 女性比男性的比例是大概9比1 因为女性的女性会不会影响,所以女性是容易患上肝醋综合症的 其实肝醋综合症有什么病症呢? 我们可以如何察觉到自己患病? 由于这个病,它的发展很缓慢,刚开始病发的时候都未必很容易察觉到 通常最主要的病症都是眼睛和嘴的干燥 比如眼睛会觉得会痴,很容易累,经常性用眼浴水,但痰的时候会很不舒服 严重的时候会有些外面感染着眼睛,再干些就会发炎,红,这样的 而嘴也是会干燥 比如你吃饭的时候,要经常喝水,或者吞咽的时候会有困难 由于水分少了,口康健康也受到影响,容易烂牙、蛀牙的情况出现 所以我问医生,其实干燥综合症可以如何诊断? 首先,我们医生就确定他真的有干燥的病症,无论是眼干或者嘴干 如果他有确定眼干或者嘴干,然后就要找一些客观的证据 比如在血液里面抽一种子低抗体,比如有一种叫Anti-Roe,一种Anti-Lar抗体 这种抗体就是导致干燥综症的原因 另外,就可以在口水线找一些原因,比如我们做超声波检查 又或者在口水线拿一个活检,看看里面有没有不正常的细胞,也可以帮助诊断 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找眼科医生,他们可以评估一下眼里面干燥的情况有多严重 我们有小一蓝指的数据,就能够做一个准够的诊断和指导 那其实,即是确诊了之后,或者可以如何治疗这个干燥综合症? 干燥综合症的治疗主要手段就是看病症有多严重 大部分干燥综合症的病人都是影响眼和嘴,即是只是干燥 如果以眼来说,保湿我们可以用眼浴水去增加眼的水分 在日头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比较稀少少的,没有人工防腐剂的眼浴水 晚上的时候可以用一些保湿多少少,稠少少的眼浴水 晚上的时候可以润一天晚上 亦都可以减低雷水的蒸发,例如我们可以调节我们的空气的湿度 可以戴上眼镜,让风不会吹到眼睛 或者戴太阳眼镜,太阳晒的时候不会自己吃眼 另一方面的嘴,我们要多喝水,亦都要保持口空健康 如果当你觉得口干的时候可以吃一些酸的东西,或者吃香口胶 亦都要保持口空健康,可以减低钻牙的机会 如果当病症很严重,就需要药物的治疗 包括吃一些刺激眼泪水和口水分泌的药物 又或者如果那个病是很严重,免疫失调得很严 打内藏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些磁固醇 又或者免疫系统调节药,甚至乎生物脊椎去治疗 那其实肝草综合症,会不会有什么病发症? 会的,等于所说,这个病是因为有免疫失调 有自体抗体而攻击内藏 除了攻击眼和嘴之外,亦都可以去其他身体不同的器官 包括肺部,包括神经系统,甚至乎去我们的淋巴系统 如果去到我们的肺,就会导致肺炎,会气喘,不够气 如果去到神经系统,就会导致武力,麻痺 如果去到那个淋巴系统,就会导致淋巴癌的机会升高 而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淋巴癌的机会 因为有肝脱中痕症的病人,他们的淋巴癌的机会率比我们正常人 会多44倍,所以他们的病人是需要多点留意他们的淋巴腺有没有肿脏 如果他们的颈部的淋巴腺有肿脏,一般都要去看医生 以及做一些抽组症的检查 其实肝草综合症的患者,日常还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有的,跟很多免疫系统病一样,其实免疫系统病都会有一些因素而令它发出来 我们有免疫系统病,其实很多时候都有些鲜天的因素 会导致我们容易有这个病 但必须有些后天因素激发才会病发的 比如我们如果不够睡,缺乏做运动,又或者生活不检点,压力很大 又或者饮食协调,都会导致这些免疫系统病会活跃 所以我们会从正常健康生活着手,多运动,多休息,饮食协调和控制我们的心情 那么这个病情就自然受到控制了 然后想问一下,其实你刚才提过,可能注意健康的日常生活 其实作为普通人,如果想预防这个病,又可以做些什么? 有些人会容易有肝躁综合症,包括如果他们本身有免疫系统病 又或者他们在厌血的期间,看到他们有子的抗抗体炎未发出来 又或者他们家人有肝躁综合症 那他们患病机会高一点,那这一批人就要特别注意 首先,他们要留意身体有没有肝躁综合症的病症 如果有,就会及到求医 第二,他们可以做刚才所说的一些健康的正常生活 包括睡得够,我们发觉睡得不够,我们的发血球就运行得不理想 睡小的7个小时,发病机会会增加 第二,做运动也都减少病发机会 希望我们的病人可以做到每天30分钟的大用运动 而饮食方面,要根据我们的健康食物金泽衡,小肉多菜 尤其是我们减低吃红肉和甜食,亦都可以减少发炎的病症 刚才你提过,其实肝躁综合症主要发生在腿液或者眼睛上 那其实是否真的不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可能是皮肤 其实任何地方都会,你所说的皮肤都会 不过病伐机会不是那么高 它可以导致皮肤的血管有发炎出红疹 亦都可以导致手指颜色的变化 亦都可以导致手指关节发炎,导致有神僵和红中痛热 亦都可以导致全身性的发炎,个人会觉得很累 或者没有精神,收身骨痛 那其实这个病是否有一个魔法,就算你刚才提过 可能有些治疗方法,但其实它是否无法根治 是的,我们的免疫疗病是无法根治,但是有得医 就是说那个病有时会活跃,有时没有活跃 到活跃的时候,我们用一些药物去控制它 控制了之后不发出来,那就叫做好 那除了肝躁综合症,其实患者会不会同一时间 可能幻想其他的免疫疗病,可能红巴浪瘡等等其他 你觉得很对,这个情况就叫做计法性肝造组合症 即是说首先,它有一个免疫疗病 譬如系统成红巴浪瘡,或者是内风湿性关节炎 接着它就计法发生肝造组合症 那根据统计,有大概四分之一的红巴浪瘡,或者是内风湿病人 都会有计法性组合症 那其实有没有说,某一些特别的患者 患了这个病是真的需要特别转移的? 我们知道,Role和拉抗体是会经过胎半去到婴儿的 那百分之一的祸痕者有机会有一个抗体 而去到影响的婴儿的心跳又出现混乱 甚至乎有死亡的情况出现 所以如果孕婦有肝造组合症,有这个抗体 就要特别留意了 但是其实我想问一下,香港人 除了其他人打工,就是对着电脑的 真的可能经常有眼干的情况 那其实怎样可以分辨到? 即是自己有没有能力可以分辨到 我觉得我是肝造组合症,还是真的纯粹眼干? 是的,你说得很对,我们看电脑就会干 因为我们看电脑的时候没有斩眼 那肝的综合症,就不是因为只是看电脑的时候干燥 是你有斩眼,平时都有充足的休息的时候 都会有肝造 而且通常肝的综合症会有很多地方一起干 眼干,嘴干,皮肤都可以干,食度,阴度都可以干 比如你吃东西的时候腸胃会不息,阴度会干燥 还有因为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验症 除了肝之外,会有其他病症 包括会觉得关节冤痛和累累 如果有其他病症,那就要考虑肝造综合症 如果身体出现肝造综合症的病症 就要记得尽快去看医生 平时也要记得维持健康的生活和均衡饮食 今天谢谢余医生的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